商场里,男人不怀好意地打量着一旁的两个女孩,他看出了两个女孩的囊中羞涩,他主动上前搭话,提议帮两个女孩副长,两个女孩是有警惕性的,但是不多,他们躲开了,他们刚走出去两步,何湘就从背后叫住了他们,在他的口中,赵庆被描述成了一个乐善好施的大善人,和性别没有关系,只要他看见别人有困难,他都会伸出援手,两个女孩的顾虑被打消了, 这叫啥,这叫女人最了解女人,见时机成熟,何湘用当初赵庆的口吻邀请两位女孩一起去做做,两位女孩同意了,茶桌上,赵庆有意无意地说自己是香港人,又有意无意地,说自己此番来云南主要是替他表姐招工,两个女孩的兴趣被勾起来了,他们脑海中的香港,都是从电视中了解到的,其中一个女孩好奇地问道,香港的工资怎么样, 赵庆淡淡地说道,很少,刚刚开始只有五六千港币,差不多人民币六七千左右,女孩眼冒金光,随后,他又追问道,去香港难吗,赵庆答道,不难,护照机票都是我们安排的,听到这里,两个女孩都忍不住了,他们奇奇问道,我们可以吗? 赵庆笑了,是坏笑,几天后,以商议工作为由,赵庆将两个女孩单独约到了宾馆里,随着女孩眼角一滴泪的滑落,沉默是今晚的康桥,就这样,用同样的手段,两人后续又陆陆续续地骗到了三拨女孩,第一拨是两个,第二拨是三个,第三拨是六个, 捡人数差不多了,一直唱红脸的河湘出现了,他以两天后去香港为由,将众人聚集了起来,众人上了车,车静直开到了闭塞的乡下,赵庆的如意算盘打的庙,起因是他最近刚刚获得了一大批大力,人手不够,他想将大力分成十一份,偷偷地塞到这些女孩的行李里,按照约定的时间,意料之中的,河湘看到了送大力来的货车,意料之外的, 送货的却是警察叔叔,原来他们早就被警方盯上了,准确地说,在大力进入我国领土的一瞬间,王强两人就被制服了,他们此刻的身份是污点证人,警方给他们来了一个顺藤摸瓜,直到黄龙,面对警方的审讯,河湘说出了前因后果,也说出了自己为什么走到今天这一步,正在此时,毫不知情的赵庆打来了电话,河湘说他愿意配合警方,随后,他接通了电话, 电话里,他和赵庆确定好了见面的地点,宾馆里,赵庆刚准备跨刀上马,楼下警车的警笛声被他吓了一跳,见警车走远后,他又准备弯弓搭建,这次是门外传来了敲门声,他又又被吓了一跳,要是一般人肯定够呛了,但是赵庆不,他又又准备跃马扬颠了,门外又传来了敲门声, 这次他不管了,但这次是真的 做人和 很多次 到处置 栄后